好那么随着疫情趋缓呢 警戒也向架了 原乡部落检疫战是纷纷退场 不过接连两个周末 大批游客是涌入了台东的东海岸 加入来游汽区内 人质总量是一度达到上限 令当地居民忧心忡忡 游汽部分的游客是无视防疫的规范 随手弃制口罩 恐怕造成防疫以及环境上的引游 重量一台接一台 在停车场徘徊找寻空位 就连已经摆上三角锥 禁止停放的车阁 也全被停好停满 算一算园区内人车辆 已经达到管制上限 但少了出入口的管制人员 光靠一块告示牌 是在南党蜂拥而至的人潮 看在当地居民眼里满是忧心 台东防疫的那么好 然后你给不得一来 口罩一脱防疫 又大家都难以 不是又破口了吗 国内疫情降级为解封后 东海岸热门景点加入来游戏区 接连两个周末迎来大批观光人潮 但部分游客无视防疫规范 随手将口罩丢弃在路边 破坏邻近部落社区 换进卫生 甚至可能因此造成病毒传播 居民只能再三喊话 希望游客口罩收好 别乱丢 在路边都会捡到口罩 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戴口罩 然后把自己的口罩 如果你要丢去 也要手好 不要乱丢 随着新冠疫情降温 国内旅游呈现反弹回温 台东原乡部落在检疫站退场后 少了一层健康安全的把关机制 再度面临病毒的隐形威胁 眼下只能盼游客将心比心 发挥功德心 避免疫情再起 谢谢下集会台东市报道